上班了 大家都问我最近怎么吃这么清淡 因为我脸上长包了 然后好痛 我觉得喉咙痛都可以吃 但是脸上长包的痛不能忍 因为又痛又丑 然后最近辣家住吃的比较少 我们刚才小朋友来的时候 老师你脸上怎么长痘痘了 小朋友吗 看到你五官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 他都会很奇怪的问 你们还笑我了 笑我了 那么多碳水还能瘦 告诉你们 我长成是48.4 冲 104 降到 97 说多少钱 104 97 说我吃一件了 所以说 我是艺术体质 这是我只要 然后 把面条的面 从平常的一大碗剪下到 小半碗 该吃的三碗饭 整成两碗饭 我就是瘦 我是绝对不吃宵夜的 就是我晚上再饿 我就让他饿着 凹凸如果炒饭 泡面 我以后下面问我要不要 让我喝个汤的时候我都忍住了 每次我吃过的碗就如同舔锅一样 中午吃完给你们拍下我们把小朋友的碗跟我一样干净 因为我每次看他们说 要吃饭的时候 莉莉这些辛苦一定要把所有的米饭都吃完 如果实在吃不完呢 那打的时候就让老师少打一点 然后他们都记住了 看我买小朋友的碗 看我买小朋友的碗 是不是跟我的一样干净 笑死了 咱们 先进去 在偷懒 我以后 我来说 你也要不要吃不完 我吃你 我来说 你也要吃不完 我不能吃了 你不够了 你也要吃不完 你会吃不完 你会吃不完 我吃不完